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節的港曼咬借波 第一節申請了一些EFENT的東西 你也有很多嘉賓說的 我覺得真的離譜 對不起 知道你好像很生氣 不是一個嘉賓 嘉賓在中間休息的時候被我們發覺 真的 做一些大逆不道的東西 收藏一些好東西 其實嘉賓是有東西分享 但他收藏和我們分享 不關港曼事 他在那件事上面看得出 他是把手藏都收藏和你分享的人 我們經常都說不關港曼事的東西 例如任天堂的Switch今天公佈了價錢 二十三百四十港幣 手制很高效的 3月3日有賣 1月1日開訂 其實現在有得訂 手制的高度是1102mm 即114mm 官網寫的了 好高喔 大家上任天堂的官網看 不要在這裏說太多 說就沒問題 不要說太多 提一提港曼隔禁一件大事 什麼大事 馬Sir在Facebook上公佈 這個頁面好像是馬榮城天下畫集 還是風雲 風雲馬榮城 風雲馬榮城 馬榮城風雲 出了一張圖說天下畫集2017 還有一張圖說 拍了一個書角 令大家覺得 是不是會再出 大家很興奮 那個應該是書名 封面書名的字體 如果是報紙 就是報頭 我賣了一張畫頭 但是只有頭 Amin只有天下畫集的標誌 沒有內頁 沒有什麼 以前買的天下畫集 拍照的書名是沒有分別的 那是不是有好消息會再出 沒錯 是有好消息 但是不是再出 也有很多人衝過去Facebook問 然後他的回覆挺有趣的 竟然是回答他 這本天下畫集 是不會出版的 是獨一無二的 那給誰看 就只有一半 只有一半 我想看那怎麼辦 沒有的 我不知道他擺不擺自 你想看就不代表要給你看 那也是 因為你想看不知什麼 那你又去問馬Sir 馬Sir要給你看嗎 沒有可能的 他是有權不讓你看的 也對的 但問題是他講到 第一個Post 他第一個Post 是講到 是講到陣容很強大的 那這些這樣的 譬如說的 語句 基本上就是 就是宣傳語句的語氣 因為他刪除了一個Post 我沒有Cat圖 我記得他好像是說 找了龍少和和仔 幫他畫風雲 他說天下畫集的陣容 他沒有說風雲 對 首先有插圖大師院大勇 和山海逆戰的作者邱福龍 也有西游的作者鄭健和 率先打頭陣 是絕對令人期待的漫畫作品 最重要的是前面寫了天下畫集2017年再次復刊 所以不是說這些語句的語氣是一個宣傳的語氣 但他出了一本 我怎麼萬眾期待 但當有人問完之後 他說不會出之後 大家就發覺原來 就好像有一些讀者 他們都會拿一些畫寶 就會被一些漫畫家 即是每一頁就 可能被不同的漫畫家 就畫一些他們的作畫 存在整本就是畫家的親筆畫 原來這本只是馬尚自己的收藏品 原來他出了一本天下畫集2017年來打飛機 他還在打 五小時之前 上官小威籌備已久的畫出彩虹40年正式出版了 倫哥雲送了一本真而眾之的紀念版給我 我再次多謝他 我亦順道請他為我獨一無二的天下畫集合作編 他會一幅留念 還在打飛機 你不要以為是 他都很強調 獨一無二這句詞 是的 而本身第一天的帖子令大家有些人有期待 有些人就覺得靠馬Sir也是吃屎 那維埃發點都會起碼有迴響 那第二天的迴響當然就更大 我發現原來是自己一個的 只是拍一本而已 然後更大的話題就是他調了帖子 是的 但他又再拿出來說 那你完成了帖子之後 但你繼續說 畫集中有他的一筆 十分之有紀念價值 即是扭掉了 到底他是不是真的馬零誠 自己玩的呢 這個Facebook 是不是可以玩 所以Ricky來可以說 又是彭麗光 可能是他女兒 還是他老婆 他老婆聰明很多 就算不是你 這個Page 你應該是 即是你多數都會知道什麼事 知道發生什麼事 即是你好像那些明星 黎明的Page 不是他自己管的 有公關的 是有公關的 但他會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不應該Depost Depost是一個好差人來的 你說OK 我令到大家誤會了 Depost 但你Depost 你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公告 或者可能你Depost 他出了一個Post 令到大家誤會 不好意思所以Depost 他澄清那段 是有沒有say sorry那些 他沒有澄清 沒有澄清 有讀者 不是 他 現在是6小時之前的Post 那個Post 只是另一個新Post 是沒有提過 即是當沒有事情發生 他只是有人問他什麼時候出 他回覆人 是獨一無二 然後就Depost 就是炒大了 就整個條 整個條 所以從來都沒有澄清 或者道歉這回事存在 所以這種感覺很奇怪 他還拍到天下畫集的內容 真的有軟大俑 有虎龍 有和仔 封面 這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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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張圖 這張圖 這張圖 那張圖 他還沒有覺得有問題 他可能純粹覺得那個Post太吵 不斷爆了 不斷爆了 說有人留言 他就刪除了 那你不就鎖了 不讓人留言 這張圖 他是不是想跟林鄭 斗誰多生氣 沒有 只有一個生氣 竟然是這樣 只有一個生氣 有165個like 有3個love 死忠 死忠 他總之覺得自己沒有問題 很明顯 有些讀者在說 尤其出天下畫集2017 你可不可以出封雲大結局 一個有對白版本 合訂本給我 他叫你自己填一次 那你也要印本給我 不用有對白 我反而覺得你填一些線 已經可以了 有沒有對白 是你的表達手法 但是你沒有黑線 你是未完成的 只有一個稿 即是叫草稿 總之天下畫集一有些動靜 其實很多人 我覺得甚至是有期待 始終很多讀者看了這麼多年 都喜歡馬Sir 真的 我有些保留 大家期待遠大 擁有福龍和請見 都不奇怪 即是不是馬Sir玩 總之這壇事也真的 很昂舊 怎會這樣弄到你的PRO 還未完的 他哪有PRO 你開玩笑嗎 即是 人本身自己都要有一定的PRO 做人沒有公關 他本身已經沒有公關 他本身已經沒有公關 他也沒有請公關 但是你說還未完的 還未完的 那我剛剛才出 你的意思是他會繼續 一定會啦 還有本夜還未完的 他有這麼多頁 可能找多幾個人出來繼續拍 他是還未完的 會不會找黃三幫他畫呢 肥良好一點 對呀 找肥良 劉定堅 黃玉朗 劉定堅應該沒有什麼 黃先生 黃先生就不能再去 如果他找到肥良就好厲害了 是 這樣吧 另外關於馬Sir的 其實在屯門市廣場 都有一個和風雲音樂劇 一個宣傳 叫做風雲盛世賀新希 新年的一個放商場的報紙 推廣活動來的 5D音樂劇的推廣活動來的 那裡有一個 應該是一比一的 就是聶峰和暴驚雲的公仔 立體裝置 你認到他們是聶峰和暴驚雲 他是寫的 我認得 怎麼會不認得 你拿著絕世好劍的就是聶峰 對啊 拿著絕世好劍的就是聶峰 沒有拿著絕世好劍的 沒有拿著絕世好劍 拿著絕世好劍 是嗎 沒有看 後面有個聶峰嗎 沒有了 有 我不是放在一起 馬Sir有和聶峰拍照 這個嘛 不好意思 他就在屯門市廣場 放到2月4日的展示 因為那個裝置是5D的裝置 是5D的裝置 還有那天是活動 當日是有些演員出現 就是 婆霞的 開幕那天不是出現了 我看到有鄭丹瑞 還有那個女的 是虎林 我找到個帖子了 這個就是 還是蠻臭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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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試一下那些臭角 我真的怎麼知道 試一下蠻臭臭的 不是啊 我看到真是發神 不是不是 嚴育格比較年輕 是嗎 對不起 雙城設有這個風雲主角 暴京雲和聶峰之一比一 立體裝置 另外還有多件馬榮城的珍藏品 包括原裝手繪及90年代的模型 以及率先發售多款風雲5D音樂劇的限量精品 活動就去到2月14日 即是情人節那天 開放時間就是 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 有些小 有些攤位 電子遊戲 應該是類似Kid的那種 動感 我不會說 就是有放自己的樣子上去拍照 對 你可以示範踢這個風神腿 就是一些這樣的遊戲玩 嘩 衣服這麼噁心 有這個絕世好劫 還有雪飲狂刀的開信器 好像很久以前也有 可能也是新製的 也有T-shirt 有黑色有白色的 胸口印著複文了 我知道 她穿衣衣不太夠了 那件Hoodie 即是有帽子的外套 很噁心 白色的就是暴京雲 黑色的就是聶峰 有個頭在背部 有錶 還有 大大尺 阿康找到一張 還有應該是會有一些水杯 馬克杯 還有一個 暴京雲的 應該是暴京雲的 半空象 我想應該是 是象棋的 應該是象 他的空象會不會是連錶賣 其實 因為我看到他的圖 這麼古怪 空象連錶賣 那都沒有所謂的 賣貴一點 只是分到你一起 逼你買 因為他沒有一個 即是item list 他反而沒有一個item list 他怎麼設定 可能又是讀一無二 放完出來之後 全部都是放出來不買的 不是 他是5D音樂劇的精品 很想要罷 不想 有興趣的朋友就去八卦客 屯門市廣場 也不是太... 說... 假設的 對於新界的新界的朋友 這麼隱闊 是市中心 不過是屯門市中心 也有西鐵道 有巴士 有巴士 有巴士有西鐵道 大家有興趣就去八卦客 有車道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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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門不塞車的 我這個東西我有點保留 好 那... 活動啊 或者一些花生事 都說不上一刻 割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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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勿文化不滴 今週寄出她 看 而不是看到鏢的畫法 或者海褲 是看到粗口盒 而不是看到赤絕反彈 但他那條大白鯊還畫得很好 巨鯊... OK啦 如果以肥良的話 他是不是拿回舊稿出來 應該不是的 因為他的舊稿也有限 不是很多稿 沒有了 另外其實作品陣容裡面 還有漫畫界的新星 十五歲的漫畫家徐啟源 他也有在這裡展示他的作品 肥良那個就是一個武神野屎 強人鬼衝 一個新的角色叫鬼衝 其實說他是很想做到武神 為求做到武神 又去找巨鯊跟他說 我不跟著白武藍 你給我做吧 我幫你對付他 最後巨鯊教他如何吸收力量 因為他吸收到85萬匹的時候 就打算反了巨鯊 然後被巨鯊吸收力量 其實就是他想做一些古惑的東西 收兩邊茶禮 然後吸收一下力量 讓自己以為自己很聰明 是不是武神的故事 沒有 巨鯊和白武藍還在 其實是武神的中途 那是武神 武神的故事 不是武神後面 武神中間的一個spin-off 不用想清楚 也是武神 但是故事來說 其實是挺流 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自己沒有看過武神 肥良的書 我看得很少 可能如果有一些 之前的讀者 看到白武藍 巨鯊出來 可能會有些感情 但我作為一個新讀者 一看這個故事 其實都是挺... 挺... 不太好 這個故事 如果沒有看過武神的話 你基本上是不知道他在這裡還有什麼 他們練習慈祥的力量 要上去這個... 85萬匹 75萬匹 你是全部不知道的 巨鯊和白武藍的關係 你也是不知道的 是什麼 我看過都不記得了 縮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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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縮敵 起碼他們都決鬥過 正武藍還是邪武藍 邪武藍 邪武 我沒有看了 抱歉 其實 以武神的一個外傳野屎故事來說 我覺得都尚算有趣 當然 我跟你說 他好過粗口盒 不是一個讚美 我當然明白 真的看的書太少了 但我覺得整體看上去 起碼他在十頁的故事裡 他交代了一個 我覺得有點換味的故事 哦 是的 OK 哈哈哈哈 我其實是覺得是 你不要期望肥仔會跟你寫 一拳軍敗無人的頭 變他媽的戰敗 海虎爆破拳一百萬匹 那些他不是寫這些 你看不回來的 屌 他寫得回來 不是啊 那個故事完全沒有吸引力的 只不過是一個二打六 以為用一些詭計可以 上位 上位 但是其實看到第二三頁 巨沙說給他一些力量的時候 已經之後的故事 完全是怎麼發展的了 肯定是困他了 那一如所料 是毫無懸念地 他都是給巨沙吸引力量 做回一個正常的二打六 那一個平淡到好像一杯清水的故事 我覺得有什麼值得好看呢 我又不是說他很好看 但我說他有些玩味 有些玩味 即是有些肥良的那種風格在那裡 怎樣去玩角色的喜樂 哦 原來是銀魏的 不一定是銀魏 其實是現在他用了標的畫法才有的 如果假畫的年代是沒有的 還有我不明白為什麼他白武藍要畫Q版 他其實不是白武藍 Q版應該是公仔 那隻是公仔 那個鬼衝在那裡 吵咬那隻公仔 就當自己吵咬白武藍 他不敢真的去吵咬白武藍 因為他的手指尾要彈死他 其實那隻是公仔 OK 之後的後面的故事就是貓騎士 其實上一套不點一都有的 我自己挺喜歡這套作品 特別是我對貓沒有抵抗力 他把無面穿人和貓合了看 是一個騎士再加一些科幻的打鬥 但是我自己覺得他在動作場面的連接上還差了一點 他設計是漂亮的 角色設計是漂亮的 Volume 2來的 還有一些機設計 人設、機設、跑車都不錯的 尤其是你看完肥良之後看他真的 很多 他開放導彈、激光等等 其實他的行動都漂亮的 但其實那個故事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我也不太分得清楚 因為他現在應該是有三個勢力 還有其實他很有趣的 我看完這個故事之後 他還有一些人設在後面 對 我覺得整篇裡面 這個人設是最好看的 挺漂亮的 其實我覺得他不寫故事 只是出草稿 就是人設圖 尤其是你看完這版本 不要再看這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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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就算了吧 算了吧 何必呢 不要浪費空間 但是我覺得他 反而這個媽媽家如果 如果他 不認識他 不好意思 他反而繼續出這些設定集 我反而會有興趣 我自己留什麼 我不是一個很賣設定集來看的人 沒有理由 雖然渣古那本設定 我也買了 那本大全集我買了 渣古高達 出了一本大全集 但其實我自己不是一個太喜歡看設定集的人 你說如果當作甜品 在一個有故事的正傳後面 有一些設定集給我看 我就覺得挺有趣 就這樣一本設定集 我是一般的 所以對我來說 這樣故事的設定 我是挺喜歡的 好 但是故事就老實說是很一般 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還有他 會不會因為你只是看Vol.2 可能是 有一點的 但是 實不相問我不是很記得Vol.1說什麼 但是 兩邊正在打 也有第三方出現 我覺得 還沒進到氣肉 我覺得其實是故事 然後第三個故事是誰 我忘記了 恩的海姆 海姆其實是想跟海夫和武神致敬 你一開始就看到兩兄弟在打 由於他說跟海夫和武神致敬 我一開始打算是持長力量 怎樣互軍 誰不知原來弟弟會穿著變身 會穿著全身的規格 類似蒙面超人 對 蒙面超人 或者是近年輕的那套牙狼 機甲轉換 但是其實打到最後一套 是爆了 然後也是人打人 誰不知 最後發現原來是發夢的 原來主角是一個幻想小說家 叫做龍俊榮 他純粹是 剛才我們看了幾頁的打鬥 其實是他的一個夢境 其實他那個年代有Beyond 也有天后畫襲 也有海虎 所以對於創作人來說是一個很... 正是一個多摩美好的年代 哦 是一個豐盛的年代 原來 有些夢境的 好像... 不是啊 那段兄弟控場 打到打 其實我完全是不知所謂 對不起 我中文差一點 我拋輸包了 全部都是文盲 哈哈哈哈 文盲 其實他有一個想法 他有說說 這條村的規定就是... 天竺的古村 對 每一年都會... 最強的人走出來打場 然後贏了那個 就會成為這條村的守護者 一年 然後下一年再來過 剛巧有到新舊交替的時候 就是這兩個人在打 單一輪 就... 發夢 完了 但其實因為故事是代續的 所以我想 他之後 後面 即是前面這段古裝打的戲 是會繼續下去的 哦 那後面不是有些古怪嗎 你發夢了一下嗎 呃... 所以其實我昨天 我在Facebook 出的那個post 我都說 其實最後這一頁 跟前面到底不是有關聯 我是有點... 猶疑的 我不是很清楚 但因為阿欣回答我了 是有關聯的 那至於他會不會玩一條 就是夢境和現實 再怎樣穿插啊 或者一個漫畫家的現實 看到的作品 影響回他夢境裡面的情節 那我不知道了 這個要繼續追下去了 我想說很賭勝 賭勝全期不是... 全期是 對 好 好 Next 阿唐的天璣戰 我覺得這套東西 今次這本裡面最好看的 是 我自己對評價最高的 他是一個被女權成為最高地位 男權反而被打壓的一個世界 是 而... 你當是近未來 已經是女權至上了 男人是沒有鬼用的 故事也很簡單 就是說... 現在差不多 很簡單 有些男人出來 示威說 我們不行 男性最主要 要維持花 要維權 然後有些警察出來 打他們 警察是專門打示威者 沒有其他事情 OK 然後就說故事的女主角 走出來 打論 那... 打走了那些警察之後 有另一個...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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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是 一些 打來打去的 呃... 戰鬥畫面 而... 而... 其實這實在好看十多 比較前面 剛才講過的故事 因為...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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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故事的合理程度 我覺得是上上之轉 彩色怪怪的 我看不慣 我覺得他是特意調整 因為他那個 標題的那一版 畫得女人的角色是挺好看的 我覺得阿棠特意調整 我不知道是否有點像木顏色 有點像標童畫集 還是那類的 他是不是像針彩圖畫 也不是 是標童畫 它的絡色是挺特別的 比較淺一點,像木顏色的畫 但它沒有黃色不足的 應該說得比較清楚 因為它是墨水 只是比較淡一點 除了女一和女二在打 其實因為有些政府 亦都所謂天機 他們也是要消滅一些反抗的人 所以亦都叫做引起了政府方面的注意 在這一期的最後一頁 其實第一頁也有一個 不過我沒有留意 最後一頁也有說出現了一個 你當我是女三 或者可能是大BOSS 大BOSS 即是中文還是英文 沒有衝突的 沒有衝突的 我覺得是值得期待的 這一句是跟我們說的 廢物 一點點都搞不定 跟我們這台說 我跟阿琛說的 我自己亦都希望 既然他拿到男女拳的鬥爭出來 我希望在這個話題上 除了打之外 可能探討得多一點 即是會有族 有 我都希望他繼續有記憶 他有好幾個故事都有後續的 接著是叫做幻魔月夜天 魔幻月夜天 就是一個少女驅鬼的故事 有一個學校的老師在那裡虐待狗 然後被女主角阻止 然後發現她有鬼上身 然後幫她驅邪 那又沒事的 但其實驅鬼並不是的重點 重心是想交代 或者想吵架那些虐待動物的陰家產 哦 真是多謝你講上一條大招 我差點想說這個故事不如飛馬 沒有東西好看 那麼短的故事也有話說的 因為他有這個中心思想在那裡 所以我對他加了很多分 我覺得虐待動物的陰家產 10分加2分 這個故事就回到3分 這個故事 之後還有什麼故事 哦 陳明的方倫 這個故事是講一個新的 即是一母女 搬了進去一個公共屋邨 你當是八九十年代的那些 搬了進去石劍美邨 看了時間 一二三四個故事 很快 然後你見到好像是單親家庭 因為女兒不斷問爸爸是否回來 不是 爸爸未回來 然後他帶女兒去玩 他也想和鱗蛇打好關係 但鱗蛇又不理他 黑白的顏色 是啊 這個故事是這本書裡的特別地方 唯一一個故事 是他用黑白的 然後發展到最後是一個鬼故事 原來這母女是死了 這個故事是我整本書裡 覺得第二個好看的故事 因為他也有傳統鬼故事的架構 當然冰枝不在 我不能夠 即是不是權威 我作為一個普通的讀者 但他因為黑白 和他最初的設定 其實已經很快進入了氣氛 即是那個兩母女 一出現在屋邨的時候 應該是 看來估計是有些東西 有些少少韓漢的 開始慢慢滲出來 而且他寫到隔壁屋那個 忘記了什麼師奶 是乖乖的 是啊 覺得一定是有些古怪 即是那種鬼故事的氣味 已經在蔓延出來 最後也有一個少少的扭竅 我覺得是 其實扭了兩件事 是的 所以這個是有些出人意料 是挺有看的 因為比較起《不遍一》 其實陳明都寫過《超新的世界》 他不知道他好像說過女生 在車禍裡已經死了 但都過了一天 然後才警察到自己死了 但是那個我覺得 由於蝙蝠不夠 所以是太去得急 我覺得這次是好很多的 好 再下那個就是 《海仔的萬能教剪》 寫著是熱血篇 很抱歉 由於我沒有看過 《萬能教剪》 他單行本那個 或者有買 但我找不到那本書來看 所以我沒有看過原本的比較 但他也是一個 我覺得有點像《無茶茶》 《愛色無茶茶》 《呆夢》 其實《萬能教剪》之前的故事也是這樣說 說他有些特殊能力 在紙上的東西 剪剪剪剪就會變成立體模型 其實他也是用這種能力去說 說一個老闆的漫畫家 怎樣去追求夢想 最後都可以出書 是帶給人幾有希望的 確實跟標題一樣是挺熱血的 還有我想在《萬能教剪》 他們這個背景底下 就回這個題材來說 是必有一番意味在裡面的 好 其實差不多了 好 下一個 徐啟緣的初次之一口答應 其實就是一個學生和他的女童士愛的故事 我看過《徐啟緣》兩套發表了的作品 一套《ComicsO》裡面的《火山口》 另一套就是這套《初次之一口答應》 兩個都是沒有對白的 其實沒有對白的漫畫看起來都挺有趣 但是我自己看完之後 我昨天看完的感覺是 我反而想看看《徐啟緣》 如果他起字的話 到底他會表達到一個什麼故事出來 我有點期待的 快點有機會看到他其他往後的作品 但可能起字 寫一些劇情向走多一點的故事 我會有這個期待 然後是《拔劍者》 李鴻劍的作品 其實是一把妖刀的傳承 但是故事去得很跳躍 突然間有一個人 殺了人 所以把妖刀就令到他變成一隻斧頭人 然後無端就收了一個徒弟 二 三 四 四頁的故事 其實是不能夠表達到很多東西 但他都開了很多格 然後就盡量想表達個故事 但我覺得它像是一個故事的設定 他寫了一個起承轉合 但我覺得這只是想寫一個關於繞刀的故事 例如《村正》那些東西 或者像潮月虎那把槍的故事 但現在這只是一套書的第零期 只是給你一些背景 沒有什麼特別的故事性可言 特別是他寫了一個年輕人過去問師傅拿一把刀 然後師傅給他一把刀 然後一下子就說他已經報仇 然後還要失蹤 我以為那個故事是可以繼續下載的 即是濃縮也很重要 我想如果特別是Buddies 因為阿欣提到他這本書會 三年為期會出六期 三年為期會出六期 其實我自己想 如果你知道後續有的 不如試一下安排一下 拉一把刀的故事 可能三期一期介紹到刀的故事 一期搞到老伯 最後一期才說到老伯拿刀去做什麼 三期這樣完結的話 可能會好一點 因為現在無頭無尾其實是難入手的 但畫和用色是挺特別的 有那種中式武俠連環圖 即是很舊的 你說以前那些水虎轉連環圖 一頁一圖那些畫法 他畫得不清楚 但他就是用那種方法去表達 模糊化了一些人的樣子 畫是特別的 但故事方面我自己覺得有點不足 最後是金城的 人類修復計劃 其實是一個外星SF的故事 說一些人去做外星探險 其實中間扭了兩次的 就是你會發現原來那些主角群 是火星的機下人 而他們回去探險的二星 就是原本的地球 因為地球經過核災之後 那些人變成怪獸 但是那些怪獸出來 抓住了那些火星的機下人 其實就是想叫他們 教我們人類的文化 這樣的一個故事 我覺得有一點點火星已長 還有這個I am legend 就是Will Smith拍的真人電影那一套 兩套混合起來再扭掉 我自己也覺得有少許的飄流架塞的意味 不過也不重要 其實他這個故事是最長的 差不多二十月 嘗試是十四 十四 十四 十四二十八 十二十八 廿多頁的故事 那是很詳盡的 不過也 剛剛好像Sunny那樣說 他扭了兩段 我覺得 我覺得以SF故事來說是蠻不錯的 不過看得出金城好像有點貪心 他很想把很多的設定放進一個故事裏面 他去到中後段的時候 擺設定放得很急 用很多文字去解釋設定 就過了一個故事去 但是完了嗎? 完了,這個就是一期完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如果金城的概念有這麼大的設定 其實這個又是值得鋪長一點 可以說到是一個長篇的故事 整體來說我覺得Buddy2比Buddy1好很多 因為Buddy1我的縮小感覺太強烈 特別當時Sam有兩頁有夢未完的策劃放在中間 然後他開頭也有一些三四頁就完的故事 我記得上一次我就覺得我本書很散 這次其實大多數的故事都有十頁以上的 最短其實都有八頁的那些 最短是除啟緣那個 因為那個是一個很簡單示愛的故事 你不會覺得有問題 所以整體來說我覺得Buddy2比Buddy1進步很多 當然我們剛才所說的是某些劇本的鋪排 或者份量方面還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我們看完覺得 但我覺得是有進步 而且值得支持的 但是幾個漫畫一拍完之後 你總有高低的嘛 是 都很正說 這個就是漫畫雜誌的好處 但它是不是雜誌來的 即是它是一本集結的漫畫的書 還是真的漫畫雜誌 大概上半年一期 大概上半年一期 以三年為限就出六期 作為一個項目 如果這六期反應OK的話 可能就會變得比較密的 即是出版期限 我覺得值得期待 有不足都好 但我覺得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而且看完書的話 不妨給他們意見 因為我的意見不一定代表我正確的 我的口味也不代表正確的 有些人說得噁心一點 你第一個故事就飛了去 第一個嘛 大家聽回我們節目開始 從第二個開始看 那又不行 為什麼第二個這樣呢 沒有對比 沒有對比 就會差一點 對比是第二個和第三個比 都可以 都可以 都不是很大的對比 都可以對比 但是第一個和第二個對比真的大 套餐的東西就有前菜 我開始覺得第二個是值得看的 因為我沒有很認真 我沒有很細心看 但我就這樣揭 我揭到第二個故事 即是貓面騎士 我會停下來 第一個就是 我想撕掉它 我想撕掉它 整個封面 會散的 換書 你不要撕掉我的嘴 我嘴是 不要緊要 封底有的 封底有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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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看完之後再說 沒時間說 但今期要買 十面買一幅 第九期 下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